啊 都半年过去了 小表弟怎么送一份快递都那么久 难道在路上出事了 别吓我啊 我赶紧出去找找 哦 救命了 有人要打可爱的旅客楼了 咦 这不是小表弟的吊声吗 嗯 竟然有人想欺负小表弟 可恶啊 喂 小表弟赶紧跑过来 躲在我身后 姐姐保护你 小哥姐姐他要打我 你 你赶紧给我住手 别以大计较哦 哦 我以大计较真是搞笑 你问问肉熊还是做了什么好事 小表弟 你别怕 有姐姐在 你有话就说 哦 小哥姐姐 我刚刚开车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家撞坏了 只是撞坏了一点点 他就要追着我的 哼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 小表弟只是撞坏一点点 我赔你钱就是了 干嘛要打他 哼 撞坏一点点 你给我过来 我给你看看 我的养机场一千多小姐 全被撞门了 看我的荷花猪神 你看清楚 现在小图死别 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恶寇 嗯 小表弟 你 你不是说撞坏一点点吗 你只是要气死我啊 哦 小哥姐姐 我绿口龙也是不想的 谁知道这嘟嘟车实战抽药 我按他开关就控制不住了 哎呀 你别哭了别哭了 我身上也没什么钱 破碗那么多 肯定是赔不起的 这样吧 我重新帮你建议就好了 你看行不行 重新帮我建一千那肯定不行 除非你帮我建三千 三千啊 你就是狮子大开口啊 不行 可爱你不想了 那我只能去巨尾会投诉了 听说巨尾会像是熊孩子 为了养蜜蜂 养蜜蜂 那我岂不是要变成大头恐龙呢 哦 小哥姐姐不要我 我知错了 你快帮帮我 三千就三千 你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就帮你建好 哦 可不行 我最多给你半个月 而且下个月我就要搞实验 好好好 半个月就半个月 幸好我是建筑小男手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小表弟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半步 嗯嗯 小哥姐姐 我会老老实实 你需要我帮什么吗 我马上去做 来来来 现在给你熊的机会了 把这房子刺激地炸煤吧 沉出一片空地 好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哮哮哮 真爽啊 咳咳 感觉空地还不够 咦 这边还有一座新的 也拆了 喂喂喂 虾表弟 住手 给我住手 哦 什么小哥姐姐 我炸掉这新房子空地 不够啊 哦 我的天哪 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呢 气死我了 看来我要多建一间房子呢 这带小表弟的生活实在太 太刺激了